今天是2023年2月9日 新浪榜一是这个东西 一个叫张大大的和网友连迈 结果听到那里面妻子夸擦的 好像在打架 手机被抢走的感觉 然后他吓得不得了 我把这个弄过来啊 大家看一下 你别想我手机 你别挨打 你打个再打回去吧 什么情况啊 不是 我们愿意你先找一下刚才那位小伙伴 我好的我找一下 天哪 快连一下看什么情况呀 你先打电话给人家 你们用你们的号打一个给别人呀 好的好的好的 不是刚刚我们在连麦我还没有说话 然后我就听到他旁边有人然后抢他手机然后电话就挂了就断了 这个直播间新来的宝贝们现在是直播间连麦环节大家记得点点关注点点小黄心挂一个粉丝灯盘把直播间分享出去支持一下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关注 谢谢大家关注我们能不能再连回去我们尝试再连一下刚刚那位女生好不好 然后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应该要要要看他IP我们再打一次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打回去看一下我们确认一下他好好不好我如果我如果打的话我得退掉的我真的连不到他你们赶紧后台去连线一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因为我们前面正在连 然后他说他的老公 好像比较贴心 然后也跟他有一些 就是这个 再连了对不对 再打电话 再打了 再打了 我们这边一直在打 那这样要不要 我下播吧 我别播了 我下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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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播去联系一下 就是你别播了 下播吧 喂老师 我没事了 我看到直播间 我没事的 你没事吧 我现在已经出来了 我没事 你还好吗 你刚刚那个 那个是 我 因为我是在我们另外一个 那个刺我打的 然后我 就是这样一个事件 被上了 新浪的榜一 这个 百度了一下 这个家伙呢 是 湖南卫视的主持人 大家评论呢 有善心 有爱心 我也这样认为 不过这个东西呢 就是如果 他特别表现 在关心别人 如果他是个高手啊 他可以坐成这样的一个位置 如果他是个低手呢 他很痛苦 因为该关心的人太多了 那始终不能表达 不很痛苦吗 希望是心底的善良吧 蹭蹭热度 我都不知道这个人 有什么作品 好 大家到我这里来提问题 肉身的 差的 差的 这批涕 关于万物和 互联的相连 为什么肉身呢 我发现我注册不了 差的 这批涕 因为我 IP地址 什么都搞不了 不允许我们大陆入